意义上的就是以前 国画里面画荷花的那种 是把它作为一种欣赏的对象 来去进行一种观照的 但是那个荷花给我的感觉不是这样 那个荷花给我的感觉的话 它已经脱离了一种植物的物性 上升到一种神性 这种感觉什么时候又给我有一次 重新的这种体验呢 就是我后来在83年 83年我大概在龙门石窟去写生的时候 就是去进行一种体验考察的时候 有一种感觉感受 去看这个石窟 我印象中最深的是有两个图像 至今还深刻地刻在我的老海面 一个是一个小的一个观影像 那个也正是早上六点多钟的那种 那种曙光打在那个石像上面 也须是那个角度吧 它所呈现出的那种微笑 那种神秘的那种微笑 我觉得那种神秘微笑 是难以捉摸的 是好像它知道所有的一切让你自己去想的那么一种 具有一种歧视性的那么一种微笑 这个是一个我印象特别深的 还有就是我进了一个北魏的石窟 那个石窟的顶上是一朵年花 那个年花完全是一种图案似的 很规整的 但是它在那种同样的是那种光线 打进来以后 它所呈现出的一种那种宽容 那种博大 那种包容一切的东西 我觉得我一下子好像找到了一种 一种表现和的一种语言的一种方式 那种方式其实就是 把这个荷花把它当作一展 当作一个人的一个人体 然后它的这个光是从它的丹田里面发出来的 内部发出来的 所以一下子就似乎找到了那么一种要表现的 这个光不是自然的光 是荷花内部里面的散发出来的一种圣洁的一种光 所以后来这个荷花的这个作品 大家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它的这种光 这种光不是外界的 是来自西林内部的 那我体会 荷的这个系列 其实是如果说前面 明史家具琴这些东西是对传统的认识 二十四节气是对周边的季节的变化 对时间的这种敏感的这种记录 荷花的东西我觉得认为是对自己的一种认识 或者说在做荷花的时候是不自觉的 我觉得是在重画自己 是把很多东西去剥离 去重画自己 在做荷的同时让自己变得非常非常的通明 那么荷花它所展现的姿态 其实就是一个你的一个生命的状态 如果这个荷花它通体成名 那你也一样的是通体成名 这个是我在当时做荷的时候 我觉得它给我的一个最深刻的一个体会 也是因为在做荷的过程中 刚才说是一个不断存化的过程 自我存化 所以这个荷花的系列一直做了差不多有七年的时间 《彼爱》系列的创作 是陈奇对东方精神与神秘力量的体会和向往 陈奇迷恋于佛教 禅宗的理念里融合的文化